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美国和欧洲必须一次行动 对俄罗斯威胁瓦兰的独立与主权的行径进行制裁 奥巴马星期日在马来西亚说 美国和欧洲必须采取集体行动 向俄罗斯显示 在制裁方面各个国家都是团结的 奥巴马表示 已经和俄罗斯达成缓解瓦兰危机的协议 但是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帮助性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呼吁俄罗斯 未有先决条件地支持释放欧洲观察员的努力 趁俄罗斯武装分子星期五 在乌克兰东部扣押了这些国际观察员 美国国务员一名高级官员说 克里星期六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通过电话时提出这个要求 莫斯科稍后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罗斯整理采取他们所说的 所有措施来解决这个局面 但却指责乌克兰当局 未有确保这班观察员的安全 厅 示范 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